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如果说小米10至尊版是在做加法 那么K30的至尊版就是在做减法 今天的视频里 我们一起来聊聊这款手机 好了 那在我面前的就是 Redmi K30的至尊纪念版 如果没有推测错的 应该是红米一代的那个小造型 左上角写着2010到2020致敬十年 右下角重回1999 打开 大盒套小盒 滑开之后 就是2020年的K30至尊纪念版 这个设计很用心 很有趣 但是是不是当年没有这么大 当当 里边烂七八糟这么多东西 献给你的专属T恤 这个写的5G先锋 号好像是比我的要穿的号大 我看看这多少号的 盲模式XL号的 果然XL号的 K30至尊纪念版的评测指南 我们打开看看 其实内容上和官网基本上差不多 只不过是打印成了一个小册子 说一些它有哪些功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开箱的主角 K30至尊纪念版 我的妈妈是盒一个比一个盒紧 这盒也太多了 我的妈 感觉开了好几年的盒 这里边有一个3.5转Type-C的转接线 这是一个抗军的手机壳 我们拿到这个什么颜色 是那款蓝绿配色的机器 跟那个小米10有点像 转好一圈 大家看这款机器 它的背面采用了一个光面玻璃的设计 这个部分有一点点像那个极光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点像 上边是偏蓝色 下方呢是偏绿色 从外观上来看 居中的圆环镜头搭配精致的配色 K30系列确实要比小米10 或者小米10pro更好看 这次K30至尊版的后盖背板 同样从磨砂回归到了光面玻璃 颜色呢也从K30pro的纯色 回归到了现在我手上的渐变 其实弹出式的结构 这两年其他厂商都不太爱做了 一个原因是国内手机市场 过了那个极致屏占比的热乎劲了 第二个呢就是机械结构 清清楚楚的更容易损坏 维修成本偏高 但是市场上有没有那些 喜欢追求极致屏占比的人群呢 有学生党和游戏党 有没有不太用弹出式镜头的呢 不用就不会坏 也有 还是学生党和游戏党 这下你就明白了 这些人群都是在红米精确打击范围之内的 那我相信这个时候有人就要问了 那宅男学生党 他们就不能频繁的和女朋友 视频通话了吗 你这 真能闹 宅男哪来的女朋友 你们弹幕里告诉他 有吗 对于这部分群体 这个前置镜头就一个作用 出去吃饭的时候 跟好哥们说 你看我这个手机 这前置镜头 弹出的 还有灯效 镜头弹出时的灯效依然细腻逼真 我曾经收到有网友私信 说这个K30 Pro的前置镜头弹出的时候 露光了 我想这应该是对米UI最大的褒奖了 K30至尊版在相机上有所简配 屏幕上有所加量 就是因为这群用户玩高帧率游戏的场景 要多过拍照 K30至尊版配备的是一块三星的屏幕 120赫兹的刷新率 500万比1的对比度 240赫兹的采样率 没有刘海 没有水滴 没有挖孔遮挡 确实是一块非常适合游戏的屏幕 这么说啊 在2000元这个档位 是顶级的屏幕 当然了 你要是和五六千的小米10至尊版的屏幕比 那还是有差距的 这次价格能减下来 芯片从骁龙865换成了天机1000加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天机1000加这枚芯片 不能算是安卓手机中最强的芯片 但是应该能算作是安卓手机第一梯队的吧 性能大概和去年骁龙855plus接近 多一个5G功能 我们现在实际测试天机1000加 和骁龙865的5G连接速度看看如何 好了 我们现在两块手机都是连同的5G信号 同时选择了一个相同的基站 然后左边这个是高通骁龙865 右边这个是联发科的天机1000加 我们123走你 同时进入测速 联发科这好像快了一点 865这个好像出了一些些小问题 865的速度上来了 现在两款手机 865在最后的时刻反超了 大家看到了吗 第二轮123走你 大家看到了吗 还是联发科的速度会非常 非常快的进入状态 骁龙呢就是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进入状态 哦 这把 哦 骁龙在最后的时候起飞了 大家看到了吗 这把联发科搬回城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个测试呢 仅做一个参考啊 第三轮高通大战联发科 开始123走你 绝胜局啊 联发科好像每一次 天机1000加 他接入速度都很快 然后骁龙每一次都是慢慢悠悠的后来跟上 124 哦 这把 骁龙超神了 我们看三把其实互有胜负 所以说毕竟联发科他的价格要低一些 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同时把价格降下来 这次主镜头 6400万像素 超广角 1300万像素 人像微距 500万像素 还有一枚战术景深镜头 可以解为三缺一 用这枚镜头完成后盖的ID设计 之前K30 Pro曾经采用过这枚人像微距镜头 它的特点就是能拍摄出 更出色的微观画面 我以前没有体验过 今天带大家体验体验 K30至尊版还有一个针对游戏少年的升级 就是双扬声器的加入 看眼影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环绕的效果 持机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听声便位 当然了 双扬声器的手机都用上了 你再被突突死 那只能承认自己菜了 K30至尊法 还有一些在软件上的新玩法 比如说魔法换天 新增了很多背景 比如说这是在晴空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选择 大家看 这是晴空 然后比如说这个 这是什么 晴云 这个 这个彩虹 夜景 有星轨的 比如说有极光的 当然了 在天堂看到极光就有点离谱了 它除了能调整后边星空 居然还能够调整前景的亮度 我们还可以选择烟花 这个效果 比如魔法分身 通过AI算法将场景对齐 实现一个镜头 里边有好些个我 之前他们有一个版本是 一个镜头能拍摄两个人 现在升级到了四个人 其他部分基本没变 4500mAh 33瓦的快充 屏下指纹 Z轴的振动马达 经过十周年演讲 这么一调整 K30至尊版变成了一款 针对性极强 更突出性价比的机型 买这款手机 你就别刻意去追求 什么拍照啊 快充啊 每天睡觉之前 一定要躺在床上默念 要什么自行证 要什么自行证 小米10至尊版和K30至尊版 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是小米下半年 很可能不会更新 其他的旗舰机型 或者说 在这个价位段 不会再更新新机型了 5000元档走量旗舰 和2000元档的Redmi小旗舰 就是这两款机器了 小米要依靠这一记组合权 来对抗接下来的 比如说包括iQ5啊 比如说接下来的Mate 40啊 以及蠢蠢欲动的9月份的iPhone 12 小米选择了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 对吧 加量不加价 甚至局部地区还出现了加量减点价的情况 开启2020下半年的死杀 第二个角度 这其实是小米的一次开卷考试 上半年推出小米10 Pro那会儿大家还记得吗 刚推出的时候 大家一致喊贵 5000块钱 谁买小米呀 记得这个说法吧 当时还有一位哲人曾经这样说过 即使这款手机卖4999 我依然认为这是一款性价比十足的记性 就是这个体验 这个配置 你放在任何一个其他手机厂商中 4999是绝对拿不下来的 小米10 Pro发布之后 其他厂商也纷纷交卷 这个时候 局势相对明朗了 小米也更清楚的看到 什么价位更受大家欢迎 什么样的配置 大家愿意买单 在综合了市场的反馈之后 小米这不就向老师表态了 对吧 老师 我想再考一轮 所以综合以上两个角度 我们就能够看出 这两款手机将成为小米下半年的 甚反社区 等待消费者的梦工 不过2020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只在高端与中端布置两款走量机型 似乎不符合小米一贯想搞个大新闻的战略 在2021年到来之前 小米应该还会有一款神秘的高端机型吧 它可能会从小米数字系列所欠缺的设计美感去发力 它可能售价会更昂贵 它不会成为走量机型 但它会成为小米的一个大新闻 它的出现可能也会成为小米又一次向高端努力的一次冲击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款机器会是谁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